我要找个地方坐一会儿 出现空调 有点闷热 表姐 表姐在忙了 忙完了 忙完了 是 哇 这么快 辛苦了表姐 还好啦 一起坐 你好 来 主要是昨天晚上我会睡好 今天是一点精神都没有 早上我孙孟爷走了之后 你们打算再睡一会儿 但是躺在床上啊 翻来覆去的 总是睡不着了 这里面 老是在想着 我那个躺 真的孟爷爷走了 感觉一点都不习惯 他说我坐高点回去了 下午就到了 下午我也给他打了个电话 现在呀 没有什么都要打个电话给他 我就是感觉什么的 他不在我身边了 随时 听一下他的声音 也好 我记坏了 他不在我身边的这个日子 一天 他最少要打 另外一个地方 不在我身边的 我把个视频给他 顺便看起来他的样子 看个样子也好 你解一下我的 相思之谱 就好吗 我可不在我身边的 老实交代在干嘛 吃饭没有 你吃啦 现在十点多了 我还没吃饭呢 你还没吃饭 啊 那你干嘛去啦 我回来到家那么晚了 五点钟了然后家里面 咱们都要吃 微盆也多呀 搞微盆啊做地板呀 下午你到家的时候 我不是就跟你说 要先去吃东西嘛 先休息一下嘛 坐车本来就累了 我有个情话 我现在给你喝了吧 现在又喝 不好吃东西了 我赶紧去吃东西 你忘记了我家里不是游戏 你忘记了我家里不是游戏 你吃西瓜吗 我吃你的西瓜呀 西瓜怎么吃得饭 西瓜 西瓜吃了热水 他怎么吃得饭 你去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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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等会儿吧 等会儿就去啊 你不要太晚了 你不要太晚了 你一个人出去吃东西 我也不可惜 看会儿 我妈妈 我吃饭的多 吃哇 现在十点多 要是夜宵还能吃 嗯 嗯 那你 等会儿 找到了夜宵 然后我就 就 给你吃啊 你给我吃啊 我回 好嘞 那我就在这里等着啊 等着你给我归一过来啊 我现在坐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好热啊 满着大汗的 小伙子他们还在搞时播 还没下播 还有一个多小时下播吧 在这边吹一下空调 休息一下 那也不辛苦 嗯 然后 趁这个空闲时间啊 我就想到了你 我打个电话给你 看一下你 呵呵 就在学的时候才会想到我 是吧 忙的时候也不想是吧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 不是的 忙的时候也在想 现在时候也在想 真的啊 呵呵呵呵呵 我一分钟都在想 你不会 你不会 你不会想 真的 真的不想你 看我这个眼睛吧 看到没有 种种的 变眼圈 每天都是这样好不好 但是今天特别严重啊 你能发现吗 嗯 发现了发现了 对不对 嗯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 对 我这晚上没睡着哦 不要说了 我知道为什么没睡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知道 你知道就好 哈哈哈哈 嘿嘿 你不在我身边的 这一段设置啊 我 自己的一个计划 什么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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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告诉你啊 什么计划 我现在就告诉你啊 我的计划就是 我的计划就是 每天 最少 要打60电话 知道没有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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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今天有点 有点 有点 每天睡着多大 60电话 一天到晚 基本上 要打电话 不知道干啥 那你能不能不能 60电话也不多 你想一下 一天 一天24个小时 我们60电话 一只电话 就算半个小时 也才多少 也才三个小时 对吧 20十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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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每天最少要是 给他老师的小时 嗯 对 我上班 要做四个小时 一只上班 有八个小时 除了六个小时 不要 对啊 那你还快点 他六个电话 除了一个小时 多二个小时 然后我还要休息一下 要干啥 太多点点的 不是 挺太多 五多 这个小时 这个电话不多 嗯 不多有点多 那你说多少 一吃就好 一吃就行 一吃就行了 那不行啊 嗯 计划是六四 最少我六四 我还是 反正你都这样子啊 不要打 你要有心理准备啊 反正我现在 每天除了睡觉 白天的时候 就除了我在工作的时候 我会打电话给你 只要我一有空一些时间 我就会打给你 哈哈哈哈 就是不要走 我报销 放飞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我怎么可能 找你报销话会 你的话会也有我的报销 啊 接电话也要钱的话 是啊 你的话会也有我的报销啊 放心 我怎么定的啊 哈哈 我怎么定的啊 哈哈 我怎么定的啊 哈哈 你见了 哎 不是 不是可以的 这样弄 是因为 哎 你看我这个嘴唇 烧火了好烫啊 烧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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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了的 我相信要吃了的 吃饭就不方便 慢慢好嘛 没那么快嘛 我跟你说 这个不是说 刻意去打电话 是因为 是因为 我在我身边 我真的特别想念你 打个电话吧 打个视频 看一下你的样子啊 听一下你的声音啊 你好嘛 这样子嘛 知道了 嗯 我知道了 那咱们就这样决定了啊 今天 六四 是 哈哈哈 你是可以打 我没接 你都不要怪我 嗯 如果你在忙的时候 你就 有个信息给我吧 你说你在忙吗 啊 嗯 不忙的时候 就要接我的电话啊 嗯 你怎么知道 哈哈哈哈哈哈 我就是那样做 我就是那样打荡的 下次我们再见面了,又分开了 下次就是8次以上 你看 刚刚我一激动,我的牙齿一打架 把我这个嘴唇又碰到了 好痛 不是,刚刚是太激动了,牙齿打架,把嘴唇冲到了 就是因为太激动了,然后自己都不想相信自己 没有 怎么可能自己不相信自己 我现在是很相信我自己 我现在是很相信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觉得很多难 对,第一是因为你那句话 你莫言在,就别让我失望 第二的话,你看 我们不是一起开车过来了吗 然后今天我说不要让你开车回去啊 让你坐车回去 你就很爽快地答应我了 就把车也交给我了 我在想 所以 把车就这么放心地交给我了 那 人 估计 很快 就放心地交给我了 哈哈哈哈 那你要慢慢等啊 哈哈哈哈 你要赶紧去吃东西 对啊 嗯 嗯 我结果不在你手里好好照顾自己 嗯 嗯 对哦,我要跟你说啊 嗯 说什么 不要说 你要去吃东西 什么 不能去吃东西 不能去吃东西 你什么 我现在也没个计划的呀 什么计划 减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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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突然之间冒出一个 这样一个想法 减肥 你减什么肥 这个身材 身材 你身材那么好 减什么肥 哎呦 我真的有时候想不通你们 女人为什么老是想到自己那么瘦 太瘦了你觉得好看吗 我觉得你现在 不瘦的话 我觉得你现在在我的眼里啊 是不胖不瘦 刚刚好吗 不要舔了 标准 标准 标准身材 标准身材 啊 你又知道 说的话人家 就是说叫标条 他的话人家就是说叫胖条 不胖了 现在苗条 现在苗条已经不流行了 现在已经流行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 微胖美 是不是啊 不过你也不胖啊 不胖嘛 对 又是嘛 你之前不是 我打电话 打不清就我没提到吗 你知道我在干嘛 你在干嘛 我在白日子上 找了工作 做那个 育胖肥的那个瑜伽动作 就是说 练啊 练瑜伽 练瑜伽啊 对啊 练瑜伽是可以 但是 那个只是练瑜伽的话 只是 可以帮助 提高你身体的柔软度 那个因为育胖肥没关系的 但是你千万 但是你千万 那你的瑜伽动作是可以 减肥的 一直在那里做 就像头部一样的 哦 然后两个脚带里做什么 就像头部一样的 哦 哦 那这样子嘛 做瑜伽加这个我不反对啊 但是 如果说你要 不吃饭啊 像有些人减肥啊 每天只吃一点水果啊 吃点什么蔬菜那些啊 喝点水啊 那样子是绝对不行的啊 那样子的话 你身体营养根本上的 知道吗 对不呀 我不行啊 我可以这里帮我自己的 你也帮自己做不好脱 没有 我跟你说 坚决不行 坚决不同意 你如果说去 多吃饭啊 吃点水果那些 来解肥啊 我进去不收你的 我进去不收你的 这样啊 福哥 嗯 你两个 你也不会推过 你办公司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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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计划没得减 我这个计划就是六四 你那个计划 你那个减肥的计划 我跟你说 就只能去每天 比如说 跑一下步啊 锻炼一下呀 像你说的做一下瑜伽呀 那些可以 但是 嗯 绝对不能 不吃饭啦 不吃饭啦 或者说 还要吃什么减肥药那些 那是坚决不可以的啊 我坚决不同意 看到没有 这样子吃饭啊 不够不够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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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嗯 嗯 本来就是嘛 你想一下嘛 你可以说 你好嘛 对不对 本来你现在的身材 确实是不需要去减肥 比如说 你又不吃饭 或者说 吃了一减肥药的话 对身体有副作用 因为杰哥 以前认识几个朋友 他们也是解肥解肥 后面把身体都搞爬了 站在那里 不做 站在那里不做什么头都晕 那是什么行动 还有更严重的 还有更严重的 对啊 还有更严重的 还搞到住医院了 知道吧 嗯 你有觉得好像在这方面了 了解哟 到底是手指头的 有 还是你自己的 哈哈 不是 不是 哎呀 你想到哪里去了 是 以前我有几个 我有几个玩得好的兄弟嘛 那种嘛 他们的老婆啊 他们去结肥啊 不知道嘛 好了 演示就是演示 不要演示 这我演示是什么 我演示是什么 嗯 真的是 那你现在出去吃东西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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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多吃点啊 嗯 我跟你说啊 嗯 反正每天按时 一日三餐 要煮食 吃 知道没有 嗯 不嘴收了哈 我跟你说哈 真的不嘴收了 如果说我发现你收了的话 我就 我就 就是 怎么样 你是老太喲 哈哈哈哈哈 结果也是 就这样还得了我 哈哈 landlords 你吃老大 不知道就好了 你说老大 你说老大 其它的事情都是可以经理的 但是这些事情绝对不行 对 mitt 嗯 827点 827点 男人拉 有时候在女人面前拉 又要827点 哎呀你不管谁教我的 反正 反正之前 反正之前我也知道我情商不高 但是我要努力的让自己慢慢提高嘛 我这个嘴巴不能张太大笑一笑 我又裂开了好痛 好了妹妹 好了我知道 那你赶紧去吃饭吧 好 我再去 我找到你去 看 稍微吃饭 稍微吃饭 等一下我也回去了啊 你 好 不行 嗯 吃吧 放心啊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不知道 你就随时 那我们也要担心啊 我们也要担心啊 我们也要担心啊 我们也要担心 对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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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担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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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担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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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多吃点啊 二十一点吧 二十一点了 可能 再直播一会儿我们要下播了 好了朋友们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